刚生完孩子的我很是虚弱 婆婆也是很贴心的提前帮我物色了专一月嫂 我很感谢婆婆对我这么好 月嫂是婆婆老家一个三十左右的离婚女人叫王翠 我看看活着是挺麻利的 又是婆婆找的 我很是放心 谁知竟是引狼入室 白天王翠照顾我 晚上婆婆跟我睡一屋方便照顾孩子 夜里我口渴 我看婆婆睡得挺沉就没喊她 就自己去倒水喝 当我走到客厅路过王翠睡的房间 隐隐约约传来令人羞涩的声音 我还想王翠怎么还乱带男人回来住 我很是气愤 想要质问 走近一看 门缝透出一个熟悉男人的身影 床上那个男人不是别人 竟是我的老公王大春 我发狂舍得推门而进 王大春 你在干什么 你们竟做出这么不知廉耻的事 婆婆听到动静鞋都没穿就跑了过来 因为我刚生完孩 刀口还在隐隐作痛 但我还是用尽全身力气去撕扯月嫂的头发 婆婆见状使劲地抱着我焦急地喊 王翠 你快跑啊 妈 你怎么还护着这个破坏人家庭的小三 我带着哭腔大喊 我的老公也在护着王翠 生怕被我抓到 我气得跌在了地上 也没进去撕扯月嫂 捂着脸呜呜哭了起来 老公非但没有安慰我 反而理直气壮地说 我不过就是犯了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 你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吗 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这还是那个对我呵护被制的老公吗 我抽气着质问老公 我这么辛苦给你生下孩子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老公非但没有一点做错事的愧疚感 反而嫌恶地说 自从你怀孕后 每次碰你你都找借口拒绝我 偶尔答应一次 就像死于世的躺那 别提多扫兴了 你看小翠 身材那么好 还特别会伺候我 老公一脸享受地说 还没等我说话 王翠一脸得意娇羞地说 作为女人啊 就得把自己男人伺候好 不然就不配当女人 我不敢相信这是平时那个老是朴素的月嫂说出来的话 我气愤地反驳道 你算什么东西 破坏别人家庭 勾打别人老公 你真不要脸 我用尽力气想要去打这对狗男女 却被婆婆一记耳光打得倒在一边 耳朵嗡嗡乱响 半天没缓过来 妈 你怎么打我 我不敢相信地看着婆婆 婆婆却一脸气愤地说 大春不过就是一时冲动犯点小错 你别这么的礼不饶人 反正你生了孩子也不能照顾大春 让小翠替你照顾 你还省心了 你得感谢小翠 我听到了什么 我被婆婆跟老公的三观惊到了 世界上竟有人能把出轨说得如此理直气壮 此时的我除了崩溃就是无助 我究竟是嫁给了个什么人渣啊 竟然这么对我 身体虚弱的我什么也做不了 身体颤抖的我听到孩子的哭声 还是颤颤巍巍走到卧室看孩子去了 抱着孩子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一直流 婆婆担心孩子 怕我想不开 一个劲地开倒我 婆婆看似是开倒 其实怕我把这件事情闹大影响了他儿子 同时变着法子想让我接受王翠 免费的月嫂不用白不用啊 你别犯傻 婆婆装出一脸替我着想的样子说 瞟见婆婆那副令人作呕的嘴脸 我别过脸去苛制自己崩溃的情绪 这是隔壁卧室又传来我老公跟月嫂爱美声 妈 你的好儿子是真行啊 我咬牙切齿地说道 婆婆面露难堪地跑到隔壁卧室 站门口说 大春 你俩能不能消停会 还让不让孩子睡觉了 说到底 在这个家 他们也只在乎孩子 我可有可无啊 我的眼泪不争气地一直流 隔壁卧室两人的声音让我阵阵干了 我跟老公相亲认识 当时就是看重他老实本分 我父母才放心让我跟他在一起的 我爸妈就我一个女儿 家里也算是有点家底 老公家里条件一般 结婚婚房是我爸妈买的 我爸退休前还给老公安排了工作 工作也算不错 现在大小也是个经理了 谁会想到 婚前婚后差别竟是如此大 我爸退休前老公还对我呵护被制 我爸一退休 老公对我态度没说太差 但是明显有点趾高强的 为了家庭和睦我就一再忍让 所有的委屈我都可以忍受 但是背叛让我伤透了心 但是我看着怀里熟睡的宝宝 真的进退两难 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不敢告诉爸妈 爸妈年纪大了 身体也不太好 不想让他们再为我的事操心了 我的内心有两个声音 一个说 这种渣男 离婚 绝对不可以原谅 另个又说 你还有孩子 未来孩子还是忍忍吧 我一晚上都在哭 老公有种破罐子破摔了 认为反正已经被我发现跟王翠的事 反倒不再避讳跟王翠明目张胆的在一起 即使我在伤心 这个家也没有人在意 整个月子 我基本就是在哭根看孩子中度过的 月子结束了 月嫂并没有离开 婆婆执意要她留在家里帮着照顾孩子 我已经懒得管他们的破事了 我只想看好我的孩子 出了月子 我想回娘家清静几天 我回我爸妈家待几天 让他们看看外孙 我有气无力地跟婆婆说 婆婆有种做贼心虚地问 怎么突然回去 在家好好的 还是在家里方便 我心想 你不过是怕我跟我爸妈告状 我不屑地说 放心 我不会说你宝贝儿子做的好事 我可不希望把我爸妈祈祷 婆婆这才如是重负说 行 那你路上慢点 一会让大春送你回去 本来我想拒绝 但是想到我带着孩子 还有一堆宝宝跟我的东西 只能忍着让老公送我回去 我回娘家的前一晚 老公跟王翠整夜不休息 夜里格外安静 只要闭上眼睛就能够听到两人的声音 我用枕头捂着头 勉强忍受到天亮 早上我迫不及待回了娘家 回家后 爸妈问我 你怎么这么憔悴 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我强忍着委屈 挤出一丝微笑说 哪有了 放心吧爸妈 老公跟婆婆对我都很好 我就是夜里为奶熬眼的事 爸妈半行半疑的说 那就好 夜里妈妈陪着我一起看孩子 妈妈抱着外孙友一搭没一搭的说 大春是个好男人 你们两个得好好过 有了孩子 小打小闹不要叫真 日子还长着呢 听完妈妈的话 我再也绷不住了 我双手捂着脸闷声哭了起来 宝贝 到底怎么了 从进门我就发现你不太对劲 妈妈焦急的问 大春有别的女人了 我委屈的说 怎么可能 大春这个孩子一直挺老实的 妈妈不敢相信的说 妈 我也不敢相信这是大春能做出来的事 但是她就是出轨了 而且这个女人还是婆婆从乡下带来的 我一边小声哭一边说 你婆婆 妈妈难以置信的说 妈妈沉默了好久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只要大春没想离婚 你就跟她过 她现在大小也是个经理 不敢做出太出格的事 妈妈平静的说 我不敢相信 这是从我妈妈口中说出来的话 难道婚姻真的是爱情的坟墓吗 我真的只能认命吗 我的状态 爸爸看在眼里 只是平静的告诉我 孩子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等待猪之 爸爸的话让我一头雾水 但是我也记在心里 在娘家的几天 我过得平静舒心 倒是自由了婆婆跟那对狗男女 想到明天就要回家面对婆婆跟老公 我就止不住的犯恶心 但是我不能让那对狗男女就战去吵 为了孩子 我必须赶走小三 我带着孩子回家了 刚想开门 发现没带钥匙 就敲敲门 好一会儿门才开 映入眼帘的是一山不整的王翠跟我的老公 我冷嘲热讽的说 大白天的 你也还真是闲情一致啊 老公被我的话说的赶忙解释 没有了老婆 我是帮王翠收拾家务迎接老婆你回来呢 太热就把衣服脱了 那干不少活啊 衣服都快脱美了 我咬牙切齿的看着王翠说 王翠一脸老实的躲在我老公身后 一声不吭的任我冷嘲热讽 老公跟王翠一收之前的嚣张跋扈 不知道喇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我没再多想 抱着孩子就进屋了 晚上婆婆做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 收拾我回来给我接风 我心想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 我也是装模作样的说 谢谢婆婆 这么知道心疼我 客气什么 你是我儿媳妇 我不心疼你心疼谁啊 婆婆一场热情的对我说 随后老公又说 老婆王翠马上就走了 老家有事 我平淡是回了一句 哦 王翠很是尴尬的说 妹子 这些天真是打扰了 我心想 你这哪里是打扰了 你这是来打我脸了 今晚 老公并没有睡在王翠屋里 而是破天荒的跑来我屋里 等孩子睡着后 老公就一把从身后抱住我 我努力想挣脱 任凭我怎么垂打老公 都不松手 老公一脸愧疚的说 老婆你打我吧 是我对不起你 我气愤的说 别说对不起 我可担待不起 老婆 不管你打我还是骂我 我还是要说 是我意识鬼迷心窍 被王翠迷了眼 我对他一点感情也没有 我这辈子只爱你 老公一脸深情的说 我被老公的深情搞得不知道是真是假 老公看我对他气愤的态度有些动摇 开始亲吻我 我已经好久没跟老公那个了 但是这次老公特别的不一样 难道老公真的知道错了 我到底要不要原谅他 第二天 王翠早早就收拾东西离开了 老公跟婆婆的转变 让我开始慢慢原谅了老公 我跟老公的生活恢复了往常的平静 老公最近在争取总公司副总的竞选 经常加班到深夜 有时候甚至睡在公司 我看老公每次回家都累得倒头就睡 心里也是挺心疼的 我就想着给老公炖点鸡汤补补身子 正当我炖好鸡汤要走时 婆婆问我 你这是给谁炖的汤啊 给大春啊 我看他天天那么辛苦 送点汤给他补补身子 我一边穿鞋一边说 婆婆瞬间紧张的磕磕巴巴 大春又不是小孩 他还照顾不了自己了 别送了 我说 没事 反正我也没事 婆婆一场紧张的赶紧给老公打过去电话说 大春 一会你媳妇给你送鸡汤 你下楼迎迎她 我没太在意 提着鸡汤就出门了 到了老公办公室 他紧张兮兮的降门反锁 然后津津有味的大口喝起了鸡汤 我又懒得靠着沙发说 大白天的锁门干嘛 老公笑咪咪回我 我不是怕员工打扰到我们夫妻的二人世界吗 我接着说 员工不是敲门你让进才进吗 你担心什么啊 我刚说完 就听到门把手转动的声音 转动了好几次 老公一下就紧张了 接着愤怒的说 谁啊 不知道敲门了 门外的人也没回话就快速离开了 我疑惑的看向老公 老公一脸紧张的说 老婆 就是个新来的实习生 别在意啊 听到老公这么说 我也就没在意 当我离开老公办公室时 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我想要追上去看看 就看到这个人一溜烟进了老公的办公室 走近一看 竟是王翠 正一脸娇羞的跟我老公轻轻我我 老公竟然一直欺骗我 我以为老公真的碰改前非 跟王翠断绝了来往 没想到一切都是假的 这对狗男女原来一直藕断丝连 老公在外偷偷给王翠买了一套房子 方便两人私会 难怪加班这么频繁 这是跑王翠这加班了啊 我竟像傻子一样 一直蒙在鼓里 难怪今天婆婆百般阻拦我给王大春送鸡汤 这是怕我撞破这对狗男女的破事 我再次绝望了 今晚 老公再次借口加班彻夜未归 估计这会 王大春正跟王翠亲热 我眼神空洞的躺在床上 回想这段时间跟老公的种种 我的心真是彻底凉了 我要让这对狗男女付出沉痛的代价 王大春此时准备竞选公司副总 正在接受总公司的考察 不得有半点污点 那我可得好好帮帮我的好老公 公司里好多老员工都是我爸退休前的手下 对我自然也是很好 我趁王大春出差开会 借口帮他拿衣服跟秘书要了办公室钥匙 在办公室装了针孔摄像头 随后约了我许久未见的好闺蜜游乐 我俩从小一起长大 不常见面 但是一直都有联系 闺蜜见我就是一阵酸话 你还记得有我这个好闺蜜呢 真是有了老公忘了闺蜜啊 我却一脸无奈的说 什么老公啊 马上变前夫了 他出轨了 什么 王大春这个渣男 我当初就看不惯他一副假正经的样子 要不是看你沉浸在幸福里 我才不让你俩在一起 闺蜜一脸嫉恶如仇的说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我一脸无所谓的说 闺蜜不甘心的问 你就这么放过他 任凭他这么玩弄你们的婚姻 怎么可能 我就是要让这对狗男女付出代价 这不才叫你出来了 我一脸坏笑的看着闺蜜 谁让你是我的好闺蜜呢 说吧 想让我怎么帮你 闺蜜一脸宠溺的看着我说 我略带深意的跟闺蜜说 王大春出轨的那个女的叫王翠 是从农村来的 现在被王大春安排在自己身边做助理 我想让你接近她 好好带她出去见见世面 闺蜜立刻懂了我的意思 闺蜜看似玩世不恭的样子 其实是个很成功的女爸总 同时也跟王大春的公司有业务往来 最近王大春正在洽谈的大项目就是我闺蜜全权负责的 这个项目关系到王大春副总的评选 王大春很是重视 为了这个项目 王大春没少跟我闺蜜组饭局 但是我闺蜜看不惯王大春 就一直找借口推辞 这次我闺蜜主动组局 王大春高兴的不行 不出所料 王大春带着王翠出席了饭局 王翠一改平时朴素农村妇女装扮 而是黑丝高跟 将好身材凸显得很是火辣 闺蜜一见面一眼就看到了王翠 整个饭局很愉快 王大春觉得项目八九不离时了 高兴得多喝了几杯 饭局结束 闺蜜提议一起去唱歌 王大春喝得太多已经不省人事 就被司机送回了家 王翠也想跟着一起离开 但是被闺蜜拦下 王总不行了 王小姐不能就这么走了啊 有总 我也不会唱歌 怕扫了您的心 王翠老练的说 但是经不住闺蜜的糖衣炮弹 还是随着去了 王翠刚上来还坐在角落喝着酒 可能酒精上来了 拉着几个陪酒小哥就是一顿乱唱 之后就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 隔天闺蜜就约我出来 我刚想出门 婆婆就问我 你最近是不是有事 怎么三天两头的往外跑 我随便敷言几句 没事啊 我出门了 宝宝醒了我就回来了 婆婆还是不放心 就偷偷给王大春打电话说让她多注意点 别露出什么马脚 我刚见到闺蜜 她就跟我吐槽 你是不知道 那个王翠真会玩 说着 闺蜜把平板递给我 上面播放着王翠跟好几个男人的香艳画面 别提多刺激了 我很平静地说 谢了 姊妹 现在那对狗男女在明 我在暗 当他们还沉浸在你浓我浓 功成名就的喜悦中时 却不知报应即将到来 我跟闺蜜联系比较频繁 婆婆以为我外面有人了 总是偷听我打电话 一次婆婆故意说出门买东西 中途偷磨折返回来 我在卧室看孩子就没听到婆婆回来 刚好闺蜜打来电话 聊起王翠的事 婆婆偷听到后就跟王大春说了 王大春没有直接质问我 而是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王大春知道了我手里有他跟王翠的把柄 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把柄 不敢轻举妄动 毕竟升职副总胜券在握 不能有半点闪失 王大春露出邪恶的微笑 为了自己的事业 我的老公竟然设计回我清白 逼我净身出户 阴产后贫穴 我一直在服用补穴的药物 婆婆趁我不注意 竟将我的补穴要换成了使人神志不清的药 看我吃完药 婆婆就带着孩子下楼晒太阳了 我没太在意就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睡着了 没一回 我只觉得浑身发热 全身胀红得难受 口渴难耐 但是全身无力怎么也起不来 我昏睡了不知多久 突然被婆婆的大喊声乱醒了 婆婆推门而入大喊道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竟然背着我儿子跟别的男人搞在一起 你个破烂货 我头疼难耐的起身 妈 你乱说什么 你个破烂货 都跟野男人睡一起了 婆婆指着我破口大骂 我瞬间清醒 看到自己旁边躺着一个陌生男人 自己的睡衣也是七零八落都在地上 我抓起睡衣往身上套 一个不小心就掉下了床 王大春正好推门进来 看到了卧室一片狼藉的景象 王大春破口大骂 你个贱人 我天天加班累死累活赚钱养家 你竟然背着我干这种不知廉耻的事 头脑不清醒的我被眼前的一幕搞得一头雾水 任凭婆婆跟王大春的谩骂 我手忙脚乱的穿好衣服 刚想质问床上的陌生男人 却发现这个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低溜着衣服跑了 一切发生的粗不及防 我怎么也想不到 王大春为了自己的利益 竟可以设计陷害自己老婆 王大春这是怕我将他做的丑事公之于众 影响他的事业 这才先下手为强 提前回我生育 捏住我的把柄 好威胁我闭紧嘴巴 可是王大春母子俩真是小看我了 我不再是那个忍气吞声的傻女人了 我将这件事告诉了闺蜜 闺蜜发动私人关系 找到那个从我家逃走的陌生男子 同时将我吃过喝过的东西找专业人士检测后发现里面添加了违禁药品 闺蜜通过各种渠道查到 购买违禁药品的不是别人 正是我的婆婆 没想到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太太竟然有如此能耐 我还真是小看我的婆婆了 为了她儿子真是什么事都敢去做 即使是违法犯罪的事 还有那个从我家逃走的陌生男子 曾经也是一个企业负责人李刚 之前跟王大春公司有业务往来 也是有酒局应酬 李刚只因酒局上意识鬼迷心窍 摸了王翠屁股一下 王大春借机先人跳 将王翠送上李刚的床 拍下视频 威胁李刚 让他一泄露企业机密帮助自己非法得到竞标项目 李刚因出卖企业被行业拉黑 现如今只能炮打零工养家糊口 这次王大春为了陷害我 威胁李刚回我名誉 不然就将李刚的不雅视频交给他老婆 李刚迫于无奈只能听从王大春的摆布 李刚因意识鬼迷心窍酿成大错 后悔至极 求我原谅 我平静地说 我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王大春本是设计我跟李刚生米煮成熟饭 然后来个捉奸在床 抓我个措手不及 但是李刚实在受够了王大春跟王翠的威逼利用 不想再活在无尽的黑暗里 就装作与我发生关系的假象 实际并没有 就连李刚交给王大春的有关我视频的优盘 也是随便传的网上不露脸的陌生女子 王大春以为手握我的致命把柄 可以将我置之死地 却不知自己做的那些脏事早就败露 既然王大春这么自信自己的人生即将走上巅峰 那我就来个将计就计 陪王大春好好演艺出好戏 回到家中 我装出一副背叛老公的害怕模样 苦苦安求老公跟婆婆的原谅 王大春跟婆婆一脸奸计得逞的模样 为了让王大春跟婆婆更加的深信不疑 我扑腾一下跪在王大春跟前 老公我错了 求你别毁了我 我再也不去管你跟王翠的事了 只要你肯原谅我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抱着王大春的大腿哭着哀求原谅 王大春跟婆婆对视一言说 只要你听话 我还是很爱你的 老婆 王大春的一句老婆喊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我忍着恶心 装出看到希望的模样说 真的吗老公 王大春蹲下来 像看着狗般说 老婆 将你手里对我不利的东西交出来 我会不计前嫌 不再计较你的不守妇道 继续好好跟你过日子 我马上将有关王大春跟王翠不雅视频的U盘交给了王大春 王大春拿着U盘马上打开检查真假 然后就将U盘销毁了 看到王大春销毁U盘 我低头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这对母子还真是傻得可以 视频并不止这些 我早就让闺蜜保存在他那了 王大春看着卑微跪在地上的我 满意地说 我的好老婆 早这么听话多好 为了让王大春母子俩放松警惕 我每天紧小慎微地洗衣做饭照顾孩子 对他们母子俩也是唯命是从 王大春也将王翠再次带回了家 在外人看来 他们仨人才是幸福的一家三口 我则是照顾他们的小保母式的 一到夜里 王大春也毫不避讳地睡在王翠房间里 我只一心扑在孩子身上 自动屏蔽这对狗男女的一举一动 暂且让这对狗男女逍遥快活一阵子 待我将一切安排好 就是王大春母子俩跟王翠付出沉痛代价的时候 暗地里 我一直跟闺蜜联系 让他调查王大春暗自操作公司 挪用公款的是 王大春借着我爸的势力进入公司 一路深知加薪到现在的屏不清云 不知道的以为他能力有多强 实则都是王大春在背后时的一些肮脏手段 才得到现在的地位跟身价 王大春挪用公款费赂高层 利用非法手段竞标项目 从中抽取高额提成 然后将公司财务收买 帮其做假账填补公司财务短缺漏洞 王大春怎么也想不到 出卖他的不是别人 这是每天跟他同床共枕的王翠 王翠看似头脑精明 实则就是个没点见识的乡业村妇 王大春对王翠看似掏心掏肺 实则也是小心提放着 想王大春这种自私之人 是不会真心相信任何人的 上次我的闺蜜有了 而足酒局款贷合作公司里的 王大春跟王翠 王大春不胜酒力早早离场 扔下王翠一人应对公司客户 本就满腹怨言 我闺蜜看王翠一脸为难样子 就故意给王大春打取电话 询问是否来接王翠一起离开 王大春竟没有了刚才的最近状态 而满是戏谑的说 有总 我看贵公司的几个负责人 挺喜欢王翠的 今晚就让王翠好好 陪几个兄弟快活快活 我就先行撤退了 王大春没等电话 那头王翠的谩骂声骂出 就果断将电话挂断 我闺蜜故意免提让王翠 听到王大春的这一番话 王翠听完火冒三丈 嘴里不识问候着 王大春的祖宗十八代 但是王翠并没有 气急败坏地吵闹着离开 而是放飞自我的说 有总 我看你是个炒料人 走 我们去唱歌 今晚不醉不归 我闺蜜扶着额头 无奈地看着王翠 心想 这个王翠还真是王大春的福星啊 没有王翠这个奇葩的帮忙 套出王大春的致命罪证 想要扒出王大春的罪证还是挺费劲的 我闺蜜 我闺蜜就看着王翠在唱歌房放飞自我 陪着好几个男人喝酒唱歌 很是开放 喝了不知多少酒的王翠开始又哭又笑 我闺蜜给她的手下人一个眼色 包房里的几个男人开始对醉醺醺的王翠动手动脚 王翠完全是来者不去 很是配合 甚至发出令人脸红心跳的声音 闺蜜趁机从王翠口中套出并录下王大春怎么挪用公款抹黑公司的种种尸体 闺蜜一脸可惜的说 也是一个被王大春这个渣男哄骗的可怜女人了 收集完王大春的罪证 闺蜜将醉得不省人事的王翠送到了酒店 光是从王翠口中套出的有关王大春的那些坑骗公司的行为 已经够他进去蹲几年的了 但是光是这些 对王大春的惩罚还是不够的 不要将我曾经受到的耻辱 十倍百倍的凤海给王大春跟他恶毒的吗 曾经的我也是被王大春一家蒙蔽了双眼 王大春从小被他妈妈独自抚养长大 我一直觉得婆婆是个很了不起的女人 内心对他很是钦佩 后来闺蜜案自调查王大春时候才知道 王大春并不是我知道的那样老实本分 王大春一家是村里有名的老赖 他爹是赌成性 欠下赌债跑路至今下路不明 王大春的妈也是村里有名的小三专业户 甚至王大春的亲爹是谁都不知道 我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第一次充满期待的婚姻 竟看上这么个家庭 但我也不是任你们宰割的单傻羔羊 王大春妈跟一伙黑色势力勾结 帮忙贩卖违禁品 迫害了不少独居少女跟妇女 王翠就是其中一名落难妇女 只不过被王大春的妈妈洗脑后成了她们的人 帮着王大春母子俩做尽坏事 王翠以为王大春是真的爱她 无私奉献地帮王大春安前马后 王翠却不知自己不过是王大春母子俩的一颗可以随意丢弃的棋子罢了 要不是我及时看透王大春母子俩的真面目 下一个落难妇女或许就是我了 善恶终有报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之中 明天总公司就要来开股东会议 确定下一任副总的人选了 这几天 王大春的心情甚是开心 感觉自己的副总位置板上钉钉了 平时根本只是偶尔逗逗孩子的王大春 破天荒地帮我看起了孩子 王大春的妈也是一脸骄傲地说 我儿子马上就是副总了 到时候我就是副总的妈 我看谁敢揉我 我看着王大春妈的那副洋洋得意的嘴脸 真是差点笑出声 突然王大春的妈一脸嫌恶地看着我 你笑什么笑 看好我的孙子 我马上解释道 妈 你误会我了 我是替老公跟妈您高兴呢 婆婆听我唯唯诺诺地交集解释 残念露满意地说 那还差不多 我儿子这么优秀 你这个媳妇睡觉都该笑醒的 我挤出假笑着很是赞同的随声附和 转身我忍着恶心默念 你们母子俩就是秋后的骂蚱蹦跋不了几天了 暂时让你们得一几天 现在我就看着你们母子俩开心地笑 等时机一到 我就让你们母子俩身败名裂 备受众人的唾弃 我的闺蜜一直找人暗中盯着王翠 这个女人虽然也可怜 但是既然做了坏事就要受到惩罚 王翠知道自己被判出卖了王大春 怕被王大春看出端倪 借口跟进公司项目 好几天没回家了 但是我知道 王翠并不是怕王大春知道自己被判 而是已经知道了王大春马上就要遇到大麻烦了 怕连累自己 所有已经偷偷提前变卖了王大春给他买的房产跟首饰 买好了机票想要躲到国外 但是王翠怕王大春发现自己的不对劲 想等到股东大会结束之后再跑路离开 王翠儿王翠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带给我的痛苦 那是所有女人都无法原谅的痛 想要逃跑 做梦 一出好戏即将开始 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是开股东大会的日子 王大春跟自己妈早早起来收拾一番 特别是王大春的妈妈 真是把我看得目瞪口呆 王大春妈明明年纪六十 却身穿紧身红色吊带裙 脚踩闪下双眼的恨天高 这哪是一个近六十老妇该有的打扮 远看见好似一个跳梁小丑 也好 好好打扮 迎接我送给你们母子俩的大礼吧 当王大春母子俩出门后 我将孩子送去我爸妈家 然后就赶去了股东大会的现场 我已经让闺蜜安排好了一切 就等王大春母子俩还有王翠主动进网了 股东大会开始了 两个候选副总要将自己的的业绩以及对公司未来的规划进行PPT讲解 当轮到王大春的时候 他一脸得意的打开电脑 大屏幕上播放着王大春这些年为公司创造的业绩 当王大春满脸得意沉浸在介绍自己业绩的时候 大屏幕突然转换了画面 王大春面露尴尬的说 各位 不好意思 电脑有点卡 稍等一下 就在这时我正在隔壁操作这电脑 三下五出二黑进了王大春的笔记本电脑 虽然我结婚后一直在家带孩子 但是大学我可是主攻电脑编程的 一王大春总是大男子主义 自我感觉无比优秀 我怕伤到王大春的虚荣心 就说我自己是一个专科毕业的 其实我是国内重点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因被婚姻冲昏头脑看上王大春才放弃事业 转做王大春背后的女人 所以说女人还是要独立自主 不能完全在男人身上找存在感 没一回 王大春的笔记本电脑恢复正常了 但是大屏幕上播放的不再是王大春的业绩 而是他与王翠在办公室各种出轨的视频 大屏幕上声色并茂的画面 另在场的各位总部高层都面露尴尬 公司本有很机会办公室恋情 更别说王大春跟王翠这如此相艳的画面了 王大春傻眼的不知所措 双手颤抖地操作这笔记本 但是都于事无补 王大春跟王翠的相艳画面 一下又切换到王翠的一段录音 内容全是有关王大春恶意挪用公款 非法获得高额抽成的事情 总部的高层全都满脸黑线 董事长则大声呵斥道 王大春 你真是太令我失望了 王大春惊恐地说 董事长 我是冤枉的 这是有人故意陷害于我 董事长 你听我解释 是那个王翠 是他勾引我 一切他捏造的 坐在一旁的王翠坐不住了 王大春 你胡说 明明是你贪污公司钱 还用公司公款给我买车买房 王翠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赶紧惊恐地捂住了嘴 就这样王大春跟王翠 你一句我一句地互相埋怨 推卸责任 将所有的脏事都说了出来 好戏达到高潮 但我上场了 我身穿一身职业装 步步坚定地走进了股东大会的现场 眼神坚定地细数着王大春跟王翠这对狗男女所犯下的罪行 王大春发狂事地朝我重来 想要掐死我 还没等碰到我 就被安保人员按在了地上动弹不得 随后王大春跟王翠就被相关机构带走接受调查 此时 王大春的母亲还沉浸在自己是副总母亲的喜悦中无法自拔 可是迎面镜看到自己儿子王大春被几个安保控制着送上了车 王大春的母亲看到这么哭喊着抓住检查机构人员衣服不撒手 放开我的儿子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他可是这间公司的副总 你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还没等王大春母亲继续撒泼 也被检查人员控制了起来 当要找你 你涉嫌一起违禁物品买卖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检查人员说完将王大春母亲一起带走了 就这样 坏人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回顾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我才明白 女人还是要自立自强 自己给的安全感才是真的安全感 聊天